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喽大家好我是小编 在早上介绍了这个活动的副本之后 相信大家去体验的时候一定有发现说 这个在AUTO模式下被动怪物它是不会去攻击的 那这样子其实会影响到整体的这个怪机效应 比如说你可能只会打到一只怪物 附近如果有主动怪的话你只会打那一只 那这样就有点浪费这个冰球的这个效应了 那要怎么样让它去这个都可以打到附近的这个被动怪呢 很简单 第一个就是纯手动 第一个就是纯手动去玩 然后这个纯手动的话虽然说是效应最好 但是基本上如果你没有时间的话 其实你很难去用手动的攻击来完成这个任务对不对 好那这边的话小编在跟大家介绍一个方法 不过这个方法得透过这个可以录制脚本的这个模拟器才可以来完成 好那大家如果有用过的话 基本上应该就会知道说这个功能去怎么样去录制这个脚本 好那我们假设大家已经知道如何去录制了 那录制功能打开之后呢 第一个小编的设定是这样子 第一个我会先把这个水球把它下拉 或者是我自己变成是手动连点的方式去点这个快速键 然后点了大概几下之后 让它可以释放水球之后呢 再来用滑鼠在这个画面上附近喔 就是在我们角色附近给它卷一圈 把它转一圈就是大概附近的怪物都可以把它融入这样子喔 那再来卷完之后呢 转完这一圈之后 你再按几下这个冰球 好那当然如果你是用冰球下拉的话 其实你可以省掉这个点冰球的步骤 你只要去把这个滑动的这个动作录制起来就好 好那录制完成之后呢 在最后这个设定的步骤里面喔 就是它你要去设定说 要把它设定成这个手动停止 好直到你手动停止为止 那它有一个延迟时间 小编这边建议的话 看你自己的设定时间 如果你是设定转一圈喔 像画面这样子转一圈的话 小编建议你大概三秒左右 好三秒左右让它去循环一次 好你现在看我画面上这个就是大概三秒左右 给它循环一次 那这样子的好处就是 它可以自动的去把你把附近的这些被动怪 通通把它选取的 把它选取起来这样子 那你就不会miss掉所有的这个主被动怪物了 好那相信画面上这些示范都是可以给大家参考 好但是如果你的附近已经没有什么怪物的话 那你可能还是要手动一下 好那基本上这张地图是很难有这种状况的 就是怪物基本上是一大堆 那有一个状况你要特别留意 就是附近有玩家的时候 好如果你有附近有玩家的时候 比如说你用这样子扫图的方式就是 就是这样子画面上这样子转一圈的话呢 你选到玩家 它那个auto会自动停止 所以你这个要特别去留意一下 好那还有一个mega 就是一个小技巧就是你不要转得太远 好不要想说把画面上整个这个怪物通通 把它容纳进来不要 因为这样很容易扫到旁边的人 然后导致这个auto的功能暂停 所以基本上你就大概在你旁边三格左右 两三格左右的范围这样的扫就好了 好大家注意一下 这个可能要多录制几次 好不过这个方法 会了之后呢基本上就非常非常的好用 好你会发现你没有任何打不到怪物 好它只要有移动 然后就会自动去扫 扫这些这个怪物 所以基本上都可以打到非常非常多的怪物 好那以上这个分享提供给大家来做一个参考 好记得这个是要透过模拟器才有办法去进行的 所以如果你是不用模拟器的玩家的话 这个办法是不行的 然后也要提醒哦 因为模拟器是不被官方认可的一个工具 所以如果假设你因为这样子被官方锁账号的话呢 大家去注意一下好 好那这个就分享到这边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喜欢的话 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加分享 我们下次影片再见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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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